我们自己是华夏儿女 那么夏商周时期我们以什么为主食呢 有很多词我们并不陌生 比如五谷丰登 五谷杂粮 可见五谷一直是古人的主食 五谷都是什么呢 这个史料的说法不一 我们普遍的认为的一种说法就是倒数计脉书 一部反映周代礼教的诗歌总集 比如我们的诗经大家都知道 关于五谷的描写是非常多的 最朗朗上口的就是 朔蜀 朔蜀 无食我蜀 朔蜀 朔蜀 无食我脉 这个蜀去了壳就是黄米 主后以后就是粘米嘛 比较粘稠 孔子先食蜀 以嗜蜀为五谷之先 那么我们都知道黎骚 屈原 屈原投江以后呢 楚人就将包好的粽子就投江祭典 那时候包的就是淑米 所以我们今天吃年糕吃粽子都是年的 季呢 又成素 这个素有五彩 但是我们一般生活中知道的这个素米就是小米 基本上就是黄色的 但是它有白 红 黑 橙 甚至还有紫色的 小米的颜色是很多的 但我们生活中吃的基本上都是黄的 那么倒数寄卖书 书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中很少说 它就是我们豆类的一个总和 所以汉以后直接就称之为豆 那人类在吃这个吃的这上面 第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吃怎么吃的呢 那首先要用最原始的方法 因为最原始的方法呢 就是烤 我们今天你看啊 有一些野外生存节目 国外最多 他们把它把人放到野外 他要学会生存下来 怎么办呢 都是烤 钻木取火以后 然后点燃了火 逮着的动物 就是用烤的方法 进行这个加熟 那么直至今日 人类对这个烤的这个吃法 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它因为它直接简单 直接就是火赋予人类的 这个一个礼物吧 人类要摆脱这种 如毛饮血的进食方法 那肯定是从烤开始 对吧 我们早期的食器 早期也都是到商周时期了 商周时期的这些食器 大量的盘什么的 它都是把烤肉搁在盘子之上 我们对这个烹饪的方法 最可以想象的就是烤 早期一定很长的时间 人类吃熟食都是通过烤完成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是煮 煮跟烤比较起来呢 它就需要多一个容器 就我们说的一个炊具 你可以说你没有架子 你支三块石头 它就可以用锅开始煮 那么煮明显的 比烤能要复杂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最早期的能够明确的是 我们用来煮的容器有什么呢 有一种东西叫利 这个字呢 如果今天单独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它是格 就是我们隔离的格去掉耳朵旁 这个字念利 那比如我们早期的文化中 比如新链文化 在甘思省博物馆藏的 它有一个双钩的 这个双钩文的彩陶利 比如我们商代的 这个国家博物馆藏的青铜利 这个利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三足 三足鼎立我们都知道 但它这个足呢 跟鼎的那个足不一样 它的足是成带状 什么叫带状呢 就像口袋一样 三个口袋一样的带状呢 中间是空的 它在受火的时候容易加热 又比较稳当 我们今天的这个锅 基本上都是平底的 或者圆底的 直接搁到你的煤气炉子上 一加热 它比较均匀 那古代呢 如果用这种 因为它火来源是比较原始的 就是脾柴一点着了 呼噜呼噜一烧 那么你的带状呢 它受热面积大 它就使它的这个 里头的溶进去的水 能够尽可能的烧开 我们今天因为长时间的 使这种金属气敏 金属气敏的导热系数都比较好 加热 你没有这个烦恼 但是你用淘气的时候呢 它这个导热系数很差 所以呢 就很长时间烧不开 我们今天使用的 比较原始的 还有石锅 你比如 你要去韩国店 韩国店的米饭什么 都是用石锅的 那石锅加热起来就特别麻烦 它就比较 时间就比较长 那淘锅它就更长 淘锅我们今天生活中 偶尔还用的是砂锅 把它煮热了 就非常费火 所以古人在这样的早期的 这种炊锯中 利是一种最为实用 最为有效的一种容器 那么 有了这种容器 可以煮的时候 你就发现 它很多粮食就可以煮了 比如我们知道的穀物 稻米 它可以直接将水就煮 煮完熟了就好吃 我们今天你想想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火 没有水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能把稻子 小米 麦子这样的东西 能够咽下去呢 我估计也能吃 你哥嘴里慢慢嚼着 对点水也喝下去了 但是你的吸收就很成问题 那么 煮食的这种食物 跟烤出来的食物比较起来 煮的这种食物 吃起来就不容易上火 今天你多么喜欢吃这烤串 你天天吃你也受不了 所以煮的这个 熟食技术的发明呢 使人类的这个消化 又提高了一步 就消化吸收又提高了一步 那对应的寿命 又会延长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都知道 这个王 就过去的周理规定 王九鼎 山河九鼎 一言九鼎 就这么来的 诸侯七鼎 清大夫是五鼎 士是三鼎 它是有等级的 我们对鼎知道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些年国宝的各种宣传多嘛 你像四母屋大鼎 现在也称后母屋大鼎 它是方鼎 这种方鼎 它的礼仪性比原鼎 就更庄重一些 我们实际上在各大博物馆里 看到的最多的 往往都是这么大小的 这种原鼎 这种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锅 就是一种炊具 我们想想这种人类的 这个吃熟时的 这个最原始的状态是烤 烤完了呢 就是煮 煮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现象产生 所有的东西搁在水里 是很容易煮熟的 如果这个东西高出水面的时候 发现它蒸汽也能把它蒸熟 所以人类受这种启发呢 就出现了第三种的烹饪技术 这种技术叫蒸 蒸呢 大家都很明白 我们今天说蒸馒头 蒸包子 你蒸什么 你都底下是水 用蒸汽把它蒸熟 它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 一种烹饪方法 那么你吃了这部分东西 用蒸汽通过加热 这个让它能够迅速成熟 它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点呢 它是比较饱鲜 你知道好多东西 你蒸出来就比较鲜 你煮出来相对就损失很多成分 到汤里去了 它营养就不会被破坏 第二呢 它是不需要翻动 就可以加热成型 它可以保持那个菜肴的完整性 我们今天其实是吃这种蒸的东西 除主食以外 副食中呢 我们经常能吃到一些 地方特色比较强烈的菜肴 比如云南的汽锅鸡 还有的地方的汽锅排骨 汽锅羊肉 它都是通过蒸汽 把这个肉给这个蒸熟的 你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烧煮蒸 这三个过程 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类的烹饪技术 是不断的完善的 那么容器同样是这样 有一种青铜容器 叫蒸 这个蒸呢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粒 加一个眼构成的 这个东西一拆解 你看得很清楚 粒呢 就是里头割水 把它 把水烧开 那么眼呢 就是割这个食物的 跟它割的 眼上面一定有一层壁子 我们今天蒸东西也是 一个笼屉 笼屉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笼屉都是竹编的嘛 每次蒸包子 蒸馒头 那个我母亲他们都是拿一块铁布搁在上面 然后蒸完的时候 接锅的时候 每次滴了那个铁布 让那个馒头翻一个个 那个感受非常的神奇 我到今天都还记着 那么你从炊具的这个材质啊 由陶到青铜 那反映了文明的进步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对吧 因为金属的炊具到今天 依然是我们炊具的这个主角 我们每个人家里的锅 基本上都是金属的 当然现在有些新材料 我也不是很弄得懂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 不管你是蒸锅还是炒菜锅 都是金属的 因为它导热好嘛 我们通过啊 这个对炊具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刚才说了啊 从这个顶啊 包括力到顶到眼 到正啊 到这些炊具的这个眼镜 能看出先秦上礼形成的一个 一个脉络 它礼怎么形成的 都是我们对于吃的一种敬畏 古人对吃比我们今天要敬畏的多 首先是第一个观点叫节约啊 因为那时候弄点吃食不容易 没有人浪费 第二呢 吃饭之前呢 要有仪式啊 要有对着食物说一点敬天的话啊 但有的人根本就是盘子上来拿着就吃 根本没有对吃这个事有敬意 但古人不是这样 古人对吃非常的有敬意 那我们吃呢 真正古人吃什么 我们今天只能从出土文物里啊 慢慢的去判断 或从古代的文献中去去找到它 我们中国人吃的一次大飞跃呢 是在汉代张迁出使西域以后 就带回了很多东西啊 比如我们今天随时随刻都可以吃到的黄瓜 那从汉代就带到中国 那么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叫黄瓜 叫胡瓜 我们都知道胡子打头的都是外来的啊 今天好像黄瓜是绿的 为什么叫黄瓜呢 对吧 黄瓜是到老了才黄呢 就据说呢 原来十六国时期呢 这个出身 这个平寒的奴隶的这个石勒 当上了皇帝以后呢 他建立了一个赵国 由于他祖上呢 属于匈奴的一支 那么他当然知道胡人这词呢 就有贬低的意思 胡人是站在汉人的角度上 说他们是胡人 所以就下令 就说不许说这带胡子 避讳改了他 所以那时候胡瓜就改成了黄瓜 你比如十六啊 十六这个古代也叫安十六 为什么叫安十六 它产生于安息国 就是今天的伊朗 葡萄呢 葡萄这俩字写法太多 今天这个葡萄这两个字是固定的 历史上 我看到最多的葡萄呢 是写葡草的葡 就我们常吃的那个桃的那个桃 那么齐名要素中呢 写的就这个很清楚啊 就说这个葡萄呢 是当年当前初始细域 到大渊国啊 取来的 然后回来就种 那晚上很好长 它是那种攀岩的嘛 我小时候还种过葡萄 葡萄那东西挺容易种的 捡两个干枝 叉的土壤就很快就活了 大概两年以后就开始接葡萄 那我们都知道这种蔬菜类水果类啊 还有呢 就是带有异味的这个 也可以叫调料 也可以叫食品 比如我们 就是我最爱吃的啊 有一种食物 有一种菜吧 叫香菜 香菜在北方的生活中呢 往往都是做配菜 比如吃馄饨的时候 切点香菜末 是吧 但是香菜是可以做主菜吃的 比如啊 香菜可以拌着吃 也可以炒着吃 但是很少有人炒香菜 因为觉得它那个味道太重 涮火锅的时候 可以直接加一块子香菜 都可以涮 香菜呢 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爹就管它叫盐水 山东人嘛 就叫盐水 据说现在华北地区的人 基本上还管香菜叫盐水 盐水是一个很老的名字 据说它最早就叫湖水 那肯定是从外来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胡萝卜 你看胡萝卜这东西就有意思 很多人吃萝卜不吃胡萝卜 很多人吃胡萝卜 觉得生着吃还能勉强 熟着不吃 觉得它有异味 所以这种带有异味的东西 往往都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 或者说中国这块土地上 所产生的很多蔬菜 让我们吃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味道 但是外来的东西往往带一些异味 这种异味一旦你喜欢它以后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食物 那调料类都不用说了 我们都知道芝麻 芝麻我们过去烙饼 火烧 那个芝麻 那大蒜就不用说了 大蒜很多人特别愿意吃 但是吃完了以后最好是晚上吃 没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吃 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吃大蒜 那个口气非常的大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晚饭吃完大蒜跟人跳舞 那个女伴就直接说 说以后吃完蒜不要去跳舞 就是可见那个味道有多大 所以大蒜最早也是外来的 叫胡蒜 还有胡椒什么等等 我们今天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不管大城市小城市 还是极限城市 现在水果变极 而且不分产地不分石令 你今天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水果 你都可以找到 只不过就是价钱高低不同而已 我们小时候没这个可能 我们小时候水果就是石令 反季节的水果基本上吃不到 就什么水果下来吃什么 吃完了过来气就没了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一种瓜 现在其实并不多见 就是香瓜 香瓜也叫甜瓜 就是考古专家们呢 这个从几个汉墓里 大汉墓里都发现了这个香瓜子 一个是前些年出土的 这个海昏侯刘鹤的墓 再有一个就是 七几年五十年前出土的 马王堆汉墓中 那个心锥夫人的 那个遗骸位里都有香瓜子 据说 因为那个心锥夫人 是这个柔尸嘛 那个尸体都是完整的嘛 给她做了解剖 她的这个位里呢 大概有138颗香瓜子 138颗很多的 我原来以为啊 是我这样的人犯懒 吃香瓜的时候 经常把香瓜嘴给吞进去 感情这个心锥夫人 也把这香瓜嘴吞肚子里 那么这个海昏侯墓出土了以后呢 也在墓中发现啊 包括这个刘鹤的这个 在他的那个遗骸的腹部部位 就发现有甜瓜子 当时靠古多就认为呢 说你看马王堆 汉墓林的老太太肚子里 有香瓜子 说我这刘鹤这肚子里 怎么也有香瓜子呢 那这个起码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呢 香瓜是当时的贵族的 主要水果之一 我们国家栽培 这个香瓜的历史非常长 至少有3000年了 但是香瓜这东西姓韩 我们这个大部分年轻人 对这个食品的姓韩这件事呢 是没有感受的 因为年轻力壮啊 你比如我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铁胃啊 就不知道胃有什么不适 人家老说胃不舒服啊 这个什么 这我觉得都奇怪 我觉得胃就没有感觉 吃什么都是一样的 所以叫铁胃 但终于啊 到了40多岁时候 有一天开始胃疼 从那以后到现在 这20多年 我这胃就没好过 就是时常的一不注意 他就胃疼 有时候喝一口绿茶 马上他就不适 可见这个胃年轻的时候 都比较 比较强大 吃什么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对这种 性寒的食品啊 吃多了 对你未来一定是有影响的 这个年轻人一般不信 我年轻时候也不信 人家跟我说 我一点都不信这事 但是当我的胃出问题的时候 我就开始信了 那么通过我们的考古人员啊 发现像刘鹤呀 跟这个心锥夫人啊 这个 这个都是这个胃里有这个东西呢 那就 就在判断 说他们的死因 是不是这香瓜惹的祸 这非常是有可能的啊 你比如夏天 你过量饮食 这种性寒的食品 比如西瓜 你吃多了 你就会导致你 一些急性病的发作 那么在那个年代啊 那急性病发作 往往都是束手无策的 我们今天 这个人的平均寿命的 大幅度的提升 主要是医疗的这个技术的提升 通过这个心锥夫人 这个肠胃里的这个 138粒香瓜籽 可以起码证明 她吃完这瓜没多久 她就去世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说来也特神奇 就是在挖这个马蒙堆汉墓啊 心锥夫人墓上 发现了一个漆气顶 很精美 然后人家打开了这个顶 工程员把顶打开了以后呢 里头就震惊了 说里头已经有做好的那藕片 藕这东西谁都认得 上面有孔嘛 这个切下来就是藕片 它虽然没有汤 大家也知道 这应该是一锅藕汤 当年呢 给心锥夫人陪葬的 我们都有 中国人都有视死如生的 这样一个 一个习俗吧 就是你生前喜欢什么 都会搁到你的墓里啊 是陪伴着你的 这个在阴间陪伴着你 那么那肯定这些汤那么2000年以后肯定都没了啊 但是这锅藕片能保留下来 藕呢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这个食物啊 它是长在淤泥里的啊 这个每年到秋季的时候 一上市过去藕 藕这个东西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啊 过去民宴中对藕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说男不吃柳女不吃藕还是男不吃藕女不吃酒 说不清楚啊 反正是吃的时候一定是要有数量限制的 如果你是吃的过多某一种食品你吃的过多 一定对你的肠胃有伤害 甚至对你的寿命有伤害 我们今天啊 吃的各种食物中有的是很古老的食物 有的是很很年轻的食物 你比如生菜 生菜的时候你特年轻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 有好多是这个今天的新的那个蔬菜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 都是我中年以后逐渐接受的 但有的这个蔬菜我小时候就有 但是它什么时候进入的中国呢 我们不知道 比如茄子 茄子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啊 现在我们以书为准啊 这个北魏时期的奇名要术呢 李当时就记载了茄子 那是说从印度传入的 那么茄子呢 它有一个特点啊 它为什么至少从奇名要术到现在 1500年来那么受欢迎的 是这东西呢 高产 我们对茄子的认知啊 今天的认知比较丰富 我小时候对茄子认知特别简单 就是一大黑茄子 紫的 紫色 紫成黑色的一个圆茄子 小时候买那个茄子呢 大个有正的个 至少有这么个 比足球小点有限 小的呢 当然就比较小了 那么后来才发现 有这种长茄子啊 还发现了有这种绿茄子 这都是我小时候没有的东西啊 小时候最早就是 也许有长茄子 我没看见啊 那么茄子的做法很多啊 我们先说茄子能做什么吃啊 第一呢 它能拌着吃 能拌着吃 蒸熟了以后啊 加点蒜拌茄子 还可以烤着吃啊 今天你去烤串啊 经常的可以把这个茄子切成片 穿起来还能烤着吃 那茄子过去吃的最多的一种方法 叫烧茄子 富裕的时候还能搁点肉末啊 不富裕的时候就搁油 茄子这东西特别吃油 没油 做不好吃啊 不香 这个所以过去吃茄子呢 这个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都得搁点肥肉 因为只有肥肉能这个能有油啊 使茄子好吃 我小时候觉得一盘烧茄子啊 一碗米饭就是很香的一顿饭了 但这茄子特别有意思啊 茄子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啊 你蒸熟了可以拌茄子啊 可以烧着吃啊 等等 茄子做的比较好的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种 就是北京人吃的这种面食啊 打卤面 茄子丁的啊 茄子打卤面 还是比较香的 那么茄子这事啊 我们都知道蔬菜 蔬菜中呢 有一种好的标志啊 就这蔬菜好不好 你看它能不能生吃 你看我们举点例子啊 大白菜 大白菜 白菜心可以生吃 黄瓜可以生吃 西红柿可以生吃啊 芹菜可以生吃 很多菜 萝卜就不用说了 都可以生吃 那么茄子能不能生吃呢 我问过很多人说茄子怎么生吃啊 我告诉茄子还真能生吃 但是茄子生吃一定要求嫩 稍微有一点这个老 这茄子就不能吃了 我怎么知道的呢 是因为我下过香啊 我下香的时候啊 原来不知道茄子能生吃 都是做菜的东西嘛 夏天啊 天特热 干活干活了 又那时候干活不像现在 你现在干活 估计各种补给都非常丰富 那时候干活口干舌燥啊 肚皮前心贴着后背 饿得不行 坐在田间地头 然后老乡就跟我说 咱不行咱摘俩茄子吃 我说茄子怎么吃 说这茄子不能吃 茄子好吃呢 就跑人家菜地里偷偷的啊 偷偷的啊 不是明目张胆的 偷偷的去摘俩茄子 摘俩比较嫩的茄子 大概是能长成这么大个吧 这么大个啊 就是俩手一握那么大个 这个茄子 你啃着吃的时候 它是甜的 很甜 但是稍微老一点 它在嘴里的感受就不好 就跟棉花套似的 嚼不烂 但当时我第一次吃茄子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呦 这东西还真是比想象的好吃 挺甜的 能吃啊 一次能吃一个 还管饱 还有点 补充点糖分 可能是 所以那精神就来了 那么我对茄子最深的认知呢 是后来 读红楼梦 红楼梦到今天为止 茄想这道菜呢 都是 我看有的餐厅都还在上 那这个凤姐做出来 让这个刘姥姥吃 刘姥姥说 这都不知道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说这是茄想啊 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 对茄子 最复杂的一道 一个做法了吧 今天 有些餐厅 至少红楼宴里 肯定有这道菜 我吃过 感受没那么好 就是太油了 油汪汪的 一碗 上面全是各种丁 就是油沁的 所以 尽管茄子这东西 比较洗油 但是油太多了 也未必好吃 尤其现在的人 就比较控油